大家好,我今天想要跟大家示范一个绣纹棒 就是Inhaler 其实在西方的芳疗里面是非常常在使用的一种芳疗的方式 反而在亚洲并不是那么普遍 那我这边准备了一个绣纹棒 它通常结构就是会有一个盖子 还有它的主体,还有一个棉心 那这是它的底部 那这个棒子呢,它是有很多的可以再重复的使用 就是说当你用完一段时间 你觉得它没有办法再吸附更多新的精油的时候 你再把它换掉就好了 那我今天想要示范的是一种比较抗焦虑压力或紧张的这种绣纹棒 其实绣纹棒它很常运用在焦虑紧张 或者是说你有呼吸到的一些过敏 或者是咳嗽 或者是让在冬天秋冬的时候容易感冒的时候都可以使用 因为我们的嗅觉是非常敏感的 你用这种绣纹棒的方式 比你涂抹在皮肤上面,在经过血流,在倒体内 它的效果来得立即 所以为什么西方人很喜欢随身会带一个绣纹棒在身上来运用 那绣纹棒它其实制作的时候非常容易 只是你没有看过的话你不知道怎么制作 那我今天刚好带的是有机的薰衣草精油 它是铜器去萃取制作的 那它有一个檀香 那因为檀香精油我要特别讲一下 就是说因为现在印度的檀香已经被砍伐了很过度 所以它们有在保育 反而其实在澳洲的檀香这几年非常的蓬勃 因为它们的品质非常好 而且这价格是印度檀香的一半而已 另外还有伊兰伊兰精油 它是一个非常放松跟檀香 这几个加在一起会让你很放松 会甚至比你单用那个这个 呃... LAVENDER的效果还好 就是说这个真正的薰衣草还好 那通常绣纹棒啊 这样的一支绣纹棒 我们要使用20-25滴的精油 就大概1cc 因为每一家精油品牌的这个洞口会不太一样 所以我们平均都要20-25滴 那我今天呢 就准备一个小的这个容器 你可以把精油全部倒到这里面 那我会薰衣草用比较多 1 2 3 4 5 6 7 8 9 我大概用了14滴的薰衣草 那我想要用5滴的这个弹香 因为这个不是很好倒 因为它很稠 因为弹香精油它是一个比较稠的精油 所以它倒的时候会比较久一点点 它会比较稠 我就从边边把它倒出来这样子 我这一袋7滴的依兰 那我这14滴的这个 Lavender 也就是说我这个弹香是用了4滴 那你就可以观察出来 每一个植物精油 其实它的浓稠度会不一样 是因为当然跟它这个植物的特质有关系 那像有些精油它的粘性会比较浓 所以精油都有分这种粘性跟透明度 所以有些业者就会把它稀释 让你并不知道说 其实这个植物本身它是会有粘稠度 那你全部倒完之后呢 你再用这个棉棒让它来吸附 它很快就会吸附进去 因为这个是纯精油 它没有被稀释 有的业者它如果不需要业者 它有用植物油稀释 你就会发现说它怎么好像吸不太进去 它等一下就全部都吸收进去 我们就把它吸收完了 我们就把它吸收完了 那我们就把它放进去 再把盖子蒸起来 那你怎么使用呢 你其实使用方式就是放在你的鼻子这边 你就深呼吸20下 慢慢的深呼吸 就慢慢深呼吸20下 两边之后就把它盖起来 知道你在把这个标示在外面说 这里面你放了什么样的精油 你才会记得说这个配方你喜不喜欢 那下次你要不要去做调整 那你也可以标示日期才知道说 这个精油的持续性多少 平均像这样的绚纹棒可以放到一个月的时间 那也有人可以放到两三个月 就是说如果跟你的这个开启的时间 使用的时间 常频率有没有关系 就是你很常每天常常拿出来用 你可能今天觉得比赛啦 呼吸不顺的时候 那你就可以把这个换掉 变成像尤加利啦 雪松啦 或者说是蓝色的丝帛啦 或者是像这个冷山等等 这些薄荷等等 都可以让你的这个互相畅通 所以绚纹棒是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 一个随身放疗的工具 那也大家也可以就是在平常的时候可以制作 可以给小朋友带到学校 或者是说有一些人想白天提神的时候 都可以用这种方式